其实你的男朋友追你追到手了以后 有这样的态度是再正常不过了 并不是说他一早是装的 也不是说他追到手以后就不珍惜 而是追一个人六年实在太累 太难了 这个难里头有六年来无数次的自我否定 即使是把你追到手了 你一直在说因为他给我打洗脚水 因为他对我特别好 他心里头还是难过的 这个难过是我用了六年去爱你 你都没能爱上我这个人 你爱的居然只是我为你服务 当他把你追到手了以后 你和他变成了平等的 在平等的时候 他只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他的好 而不是只看到他做出来的那些事 这个好就是能爱我本人吗 我不打洗脚水的时候 你还能爱我吗 假如我做菜的时候 没有考虑你的口味 你还会爱我吗 当他不能够在你这里得到一个正向回馈 他的心里头其实都是多了一点点的 不确定不自信 那就是我追了你六年 我跟你在一起了 可是你爱的还只是我对你做的那点事 当他心里头有了你不爱我的 这一个设定之后 你身边出现的所有的男人 真的都是家相帝 当初他有机会追你六年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他拉黑删除 你当时说 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好 在我跟我男朋友发出了朋友圈了以后 他说你们早点分手 你说了滚 对吗 但事实上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对于男朋友来讲 觉得什么是安全的 而是看到了有人发这样的消息 女朋友第一时间把这人拉出删黑 一句话都不说 我的生活好坏 关你什么事呢 你难道因为你喜欢我 你就可以打扰我吗 我有我的男朋友了 你对我的爱就是打扰 我应该把你秉除在外 他知道这六年来 你从来没有秉除过他 所以他也知道 即使他跟你在一起 有再一个六年的相处 你身边还是会有一些人 你没有把任何一个人 完整地驱除你的生活 所以想一想看 自己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真的 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另外 为什么在追一个人的时候 和在相处的时候 是有不一样的 我举个小例子 你可能就知道了 当我每次出差 我都会思念 我女儿思念得不得了 回到家了以后 我都恨不得帮她挤牙膏 给她涂体霜 然后帮她做一切 但是当我每天 和我女儿相处的时候 你认为我还会每天 都想帮她早晚挤牙膏 早晚涂体霜 天天做这一切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跟她的相处里头 爱在每天日常里 在做的每顿饭里 在可能每一个关切地 去问候里 在检查她的作业里 所以我就不需要 每一次靠 我必须得挤牙膏 涂体霜 来表现我对她的爱了 你男朋友一定还是爱你的 只是这一些爱 不会再体现在 我次次都把西脚水 给你端过来 当你能理解 母亲对孩子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对她可能就会 没有那么多的苛责 放下这些苛责 你的心态才会平和 你才能回到 原本那个没刺的状态 现在的你浑身是刺呢 谢谢米娜老师 男生和女生 其实都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到底是被感动了 还是真爱上了 爱的是那份对你的好 还是真的爱上了这个人 好好考虑一下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的事 我想我还是比较珍惜你的 毕竟我们这段感情 来之不易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或者我们试着换一种方式 来处日子的话 我想这还是不错的 或者我们以后会过得更加好 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些机会 我也觉得 其实老师说的也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 很多东西都应该是相互的 我觉得我要爱的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你爱我的方式 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你的冷暴力 如果你改不了的话 我觉得以后我们的矛盾还会很多 我接受不了这种解决方式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我以后可以为你去改变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回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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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